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0年你要细究呢 也不排除有一些问题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 小问题还是有的 但是大的错误应该是没有的 这40年当中我们的其他几个伙伴 其他比较大的国家 它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 比如说俄国的前身叫苏联 苏联其实就有一个特大的错误 就是跑去打人家阿富汗 现在看来就完全没有必要 战略上讲是错误的 没有必要把自己耗尽了国力 然后冷战结束了 美国也犯了错误 他打伊拉克 打阿富汗 现在看来真是没有必要 战略上 军事上打得很好 我军实际上认真地学习美国的战力 纯军事角度他打得挺好的 但是如果一个方向错了 军事再好也没有用 知道吧 就战术的优势弥补不了战略的错误 我们中国古人有一个说法 叫南原北者 其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方向要错了 你马再好没有用的 美军可以说在阿富汗 在伊拉克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但是因为战略错误 后来美国人也承认就是不该打 他就退出来了 这个 这次附带讲啊 以后中国军队会非常强大 我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那个时候我们要学习这个东西 要吸取教训 不能随便打人知道吧 你江湖第一高手 你跑去跟街上俩小混混打 那么丢脸那个事吗对不对 是不是美军就干了这个事 他绝对是江湖第一高手 他是不能随便出手的 结果跟两个小混混 跟塔利班跟伊拉克军队 打得天昏地暗了 让人家看笑话 对不对 那个 OK 总之呢就是说你要是比较的话 他们是有比较大的错误的 那个 咱们这应该讲小错误有 但大错误没有 这是一个总评价 所以很肯定地讲 这四十年中国外交总体成功了 从而为咱们那个改革开放 创造了非常好的外部条件 那么这附带再加一个个人的观点 就是国家间的长期竞争 特别是大国的长期竞争 是就是要减少犯错误 或者有了错误及时的纠正 我个人观点就是国家是不可能不犯错的 你要想完全不犯错 其实是不可能的 知道吧 就是创造这个世界的老天爷 或者西方叫上帝 他是不会犯错的 因为他错了他也是对的 对不对 所以他就不犯错 因为他叫自然法则嘛 但是我们人是要犯错的 知道吧 所以大家从个人到家庭 到单位到政党到政府 其实不可能不犯错 你要要求自己完全不犯错 这个要求太高了 也没必要这样要求啊 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少犯错 或者犯了错及时纠正 那么我个人观察呢 中国这个国家就属于 就是纠错能力很好的国家 这是我的一个观察 这个 我属于学者当中 在中国比较有信心的 大家应该有感觉 多数学者 他没什么信心 天天在讲问题 那个 通过讲问题 显示自己很深刻 对吧 那个 二战以后 美国有一个经济思想家 叫加尔布雷斯 他讲过一句名言 说人类永恒的愚蠢 是把莫名其妙的担忧啊 等同于智力操群 哈哈哈哈 它其实 其实迎合了人类一个 一个天性 我们人呢 天性就是喜欢负面信息的 知道吧 这是上帝安排的 上帝要能有一个自保的本能 人要是不自保啊 人就灭亡了 对不对 所以自保是我们的本能 那自保本能呢 就带来一个后果 人 人就是有一种恐惧心理的 这个 那么恐惧心理去使人们 去寻找那个负面信息 所以新闻界 是不是有个名言 叫bad news is news 就坏消息是消息 对不对 好消息就不是消息 然后你们在看网下 是这样的 一般你会注意 特别注意坏消息 对吧 就负面的特注意 好消息 比如说农业部每天说 今年夏凉诱惑丰收 没有任何人去看那个消息 都觉得理所当然 就应该这个样的 然后说吃了这玩意儿 要得癌症 你赶紧去看一眼 人性很健的 人类特喜欢把自己 吓得够呛的新闻 又害怕又想看 这是人的天性 人第一喜欢的是 把自己吓得够呛的新闻 第二喜欢把自己 气得够呛的新闻 这个挺逗 这是人的天性 这个天性呢 就会导致就是说 被人利用 有些政治家就利用 你的恐惧心理吓唬你 从而获得政治支持 那么企业家 很多企业家也是这样的 用你的恐惧心理来赚钱 然后很多学者呢 就用你的恐惧心理来 显示自己有学问 这个 那么我是想跳脱这样 就是别利用人这个 弱点 这实际上是 利用人家的弱点 这附带讲 古今中外啊 我刚才讲的 政治家企业家 学者那是属于 高级骗子 一般江湖骗子呢 低级一点啊 其实他们原理是一样的 古今中外 所有的江湖骗子 他用的原理都一样 就是吓唬你 然后获得你的利益 他说 你本来走得好好的 他说 你印堂发案呢 对吧 然后把你给吓唬住了 然后就跟你胡扯 把吓唬住以后 最后他就获得你利益吧 最后反正 结果就是你高价 买我的大力丸吧 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人的天性啊 就是喜欢负面新闻 但是就有人要利用它 但我认为 好的学者不应该这么做 好的学者还是实事求是 该怎么样怎么样 有问题指出来 然后解决它 那个 无奈水偏乐观一点 偏乐观两个理由 一个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国家间竞争啊 是比这个纠错能力 而我的观察 中国的纠错能力是很好的 第二个呢 就是比工业化能力 然后现在我认为 我们中国工业化能力 是很强的 知道吧 就决定国家命运的 两个关键能力 中国都是不错的 对吧 中国这个国家 这个纠错的愿望 是强的不得了 那个 就中国人是不服输的 从古代就开始了 知道了 两千年前 陈生吴广说 王侯奖相 民有总乌 每个中国知识分子 都有个梦 就是朝围田舍堂 目登天子堂 对不对 然后中国的豪强 都有一个朱元璋 那样的梦 说皇帝轮流坐 明天到我家 是不是 这是很少 就是别的人类 没有的 我在非洲啊 中东啊 南亚啊 中亚啊 那个拉美 我都去过 那里很多人群啊 他是认命的 他混得不好啊 他说这就是命 他接受 他不改变 是不是 中国人是要改变的吧 然后现在 对这个国家要求最高的是 中国网民 中国网民要求中国的综合国力 超过美国 军事力量超过俄国美国 产品质量要超过德国日本 生态质量要超过新西兰 生活品质要超过瑞士丹麦 没想不超过 老子就骂你 对不对 是不是 这是很奇怪的啊 坦白讲这个要求太高了 你就把这个政府累死了啊 他也做不到的 他是网民只求爽嘛 做不到老子就也要求 所以这个 这个有点不好 那个不好就是 每个人中国人都七五五的 是不是 中国人火气很大的 是不是 动不动抢方向盘 抢方向盘 然后掉到嘉陵江里面去了 是不是 火气非常大吧 90%的中国人呢 都觉得自己怀财不遇 是不是 其实这个90人当中 90%是无财可遇 这就是现实情况 但是我们要求特别高啊 这是一个 我们改变现状呢 要求特别高 第二个呢就是 也换一个词 就是纠错愿望高 还有一个就是说 纠错能力还是很好的 这国家一旦重视这个问题 解决起来还可以 知道吧 这个讲这么多 就给大家一个结论 就是中国属于纠错能力 很好的国家 然后这个好最终啊 是表现为就是改革能力比较好 该改革他就改 这个 好 那个 这就是算开展牌啊 咱们那个 40年 外交就是 随着改革开放 我们的外交不断的变 然后变得是成功的 这个 然后它又反映出 中国这个国家的一种能力 纠错能力 很好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来源之一 当然以后我再有机会 再讲讲中国的那个工业能力 工业能力很好 我们我们 这个官网有一个很好的学者叫文一 是吧 他写过一个伟大的中国革命 这个 这个写的挺好的 中国 工业革命就是成功的 新中国最伟大的成就 就是我们工业化了 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事实 就是中国工业化 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工业化的 知道吧 实际上啊 200个国家 能够掌握现代制造业 掌握工业化精髓的 就20个 就四分之一 而中国很幸运 我们是其中一个 而且我们是20个里面 块头最大的 这就是我们厉害的地方 知道吧 好 这个开展板讲完了 我们想讲讲 就是说 在改革以来啊 这个我们外交易哪些变化 我说呢 这两个阶段 就是小平同志啊 带来了很多变化 是吧 是小平 把我们从这个 就是毛泽东时代 带到了这个改革开放时代 在他那个时代呢 我们外交有好多变化 我现在初步梳理了 如下几个方面啊 第一个呢 就是对世界主题的理解变了 以前毛泽东时代 我们对世界主题的理解 什么叫战争与和平 因为战争与和平 搞到自己很紧张 老是要备战备荒为人民 对吧 也包括那个 很多那个经济布局啊 什么都是有打仗的那个考虑的 从经济效率来讲 就有点问题了 但是呢 小平是不是做了一个重大的论断 说现在的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这个挺重要的 知道吧 这个主题从战争与和平 改成与和平发展 这个是一个重大变化 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变了 这个变化呢 就给改革创造了前提 因为主题不是战争与和平 而是和平与发展 因此大家就可以安心搞建设嘛 对不对 你老琢磨着要战争 你搞什么建设啊 对不对 这个像咱们浙江这一代 那个 那改革开放以前 发展都比较差的 因为就是不敢搞建设 老准备打仗嘛 对吧 那个 那么现在可以安心搞建设了 这个时候 他的 他资源头像就不一样了 这个 所以这是一个啊 时代主题变了 从战争与和平变成了那个 和平发展 然后原来我们判断战争与和平 其实就受到一个意识形态的约束 这就是列宁的一个判断 知道吧 战争与和平是一战的时候 列宁的判断 你拿到二战以后的中国来用 肯定就有一点 有一点问题 这个 这就是被意识形态绑架的一个结果 那么小平呢 提出这个和平与发展 其实就跳出了那个传统的 这个意识形态的约束 就更实事求是了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 是吧 减少意识形态的束缚 这个 对时代主题做了一个比较科学 正确的判断 从而为改革开放 创造了很好的逻辑前提 英文是和平与发展 所以大家好好赚钱 对不对 这个 好 第二个呢 就是 经济理性优先 用英文讲 就叫economy first 是吧 就是那个 要赚钱 要发展 第三个呢 就是拥抱全球化 那么其中一个成果 就原来我们对全球化挺犹豫的 所以很长时间 我们强调独立自主 智力更生 就不参加全球化 那现在我们开始拥抱全球化 知道全球化有价值 那么参加全球化一个重要的成果呢 就是加入了WTO 加入WTO肯定是对的 这个 证明我们加入WTO 对了 就是美国人最近后悔了 是不是 前几天美国有个部长说 最好把中国开除出去 是不是 昨天我看了一个高峰 商务部发言人 说这个证明了美国的狂妄啊 中国GDP第二 你看你都想随时开除 这个 这个一把手精神有点不正常了 是不是 或那个小鬼 他随便开除人家 这个单位不就垮了吗 对不对 任何单位都有点规矩啊 不能胡来的 他现在有点胡来 他为什么胡来 就是他觉得吃亏了 他原来以为呀 咱们中国是一只大飞羊 进入WTO 他每个季 每年 就是撸我们羊毛 知道吧 现在他后悔了 他现在感觉中国是披着羊皮的老虎 我们不是与狼共狼 我们把好多狼给吃了 所以他现在特后悔 这个 那反过来讲 我们加入了就对了 是不是 他再体会一下 是不是对了 而且我们在这一轮全球化当中 享受了很好的那个成果啊 我们受益良多啊 是吧 我们这样 我们开放本身就是这一轮全球 过去三十几年世界上有一轮很好的全球化 然后中国呢 开放本身就是这个全球化过程一部分 反过来 我们又从这个全球化当中得益良多 这个1978年呢 我们三中全会开的那一年 中国的总贸易额是206亿美元 这世界排位三十几名 现在告诉大家啊 我们的商品贸易就是4.1万亿美元 加上服务贸易接近9000亿吧 我们就大数我们现在5万亿美元了 一年 排位世界第一啊 你说你不是赢家谁是赢家 对不对 这个 OK 这就是第三点 我们改变了对全球化的态度 从抵制变成了积极加入 然后呢 加入了WTO 然后我从中央获益了 这是第三点吧 和平与发展 经济优先 拥抱全球化 第四点呢 就是战略上很长时间 我们采取了 叫韬光扬晦 韬光扬晦 那个 呃 韬光扬晦 我个人理解呢 它有这么几个内在的含义啊 第一呢 就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 对这种超大型国家来讲 内部问题永远是最重要的 外部问题排在后面 第二呢 对中国来讲呢 内部问题当中啊 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 第三呢 外交上啊 我们 我们不要去去扛习牵头 不要去扛习牵头 这个 我在外交口有一些学生 他就告诉我 就是 其实世界上真的有很多穷国家 希望我们牵头 小平时代就有人提 江主席 胡主席 不过现在 经常有穷国家的人 跑到中国来 要求中国做大哥带领他们 就是闹革命 知道吧 那个因为 实际上还是穷人多 是不是 真正的富人啊 是不是欧美日 三强再加几个零零散散的啊 可是大家要知道 欧美日啊 欧洲五亿多 日本一点二亿 美国三点二亿 加起来九点五亿 我们人类七十七个亿啊 他们才占十九点五啊 十一点五 他们占比就十一点五 把他们那帮小兄弟 加起来就占十二 所以实际上混得不好 都是八十八十了吧 穷人多 但是中国现在混得中不溜了 我们就排在这十二后面 接着就是我们 我们算混得过得去 还有很多混得不如我们 你知道吧 又小受欺负 所以他们老到中国来 要求我们 说你 你就出来牵个头嘛 扛个旗嘛 对不对 你一牵头一扛旗 立马组织江湖第一大帮 丐帮啊 就平时很穷 受欺负 但是团结起来就不得了 对不对 而且中国是唯一的丐帮帮主啊 因为我们是有核武器的发展中国家 是不是 这个组织能力又强 又有打狗棍 又有降龙十八掌 你是唯一的不二人选 知道吧 但中国现在到目前还是不干的 这就是小评定的 是绝不扛旗 这一点我们现在没有干吧 这个 OK 这是我们第四点吧 就韬光元晦 这跟主席时代还有点不一样 主席那个时代有的时候 还跑到外面去 去搞一些 人家不太愉快的事 比如说主席时代啊 我们是支持东南亚国家的游击队的 这一点很多人不知道了吧 我们真的支持啊 马来西亚缅甸这个游击队 所以那个七八年 那个小平呢 去新加坡访问吧 那个时候还没有建交 他就去了 后来他是想跟那个新加坡建交 新加坡说我是华人国家 我呢要跟你建交 我不是走得太快 走得太快敏感 我必须是东南亚国家当中跟你建交 比较晚的 对他们都建交我 在建交 否则我这里日子不好过 另外呢 他说你不能 当面跟我握手 背后用脚踢我的屁股啊 不能这么敢 就是我们 他就是指这个游击队 是吧 我们以前是干过这种事 在外面推广革命 支持人家游击队 另外呢 跑到那个 什么老远的那个 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欧洲 支持那个最穷的国家 阿尔巴尼亚 对不对 号称人家阿尔巴尼亚 是欧洲的明灯 是吧 其实是欧洲最穷的国家 所以以前我干过这个事 就做了一些 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讲 有点有点超出我们国力的事 也没必要 这个 所以小平这个 淘宝洋会就有个含义 绝不当头 绝不当头 就是你第一不要当头 还有一个就别去仓乎人家外部的矛盾 外面那个矛盾很复杂 你都搞不清楚 它来龙去脉 是非你搞不懂的 是吧 这就是淘宝的第三点 第一点就是国内优先 第二点经济优先 第三点不扛齐 不卷入外部矛盾 第四点很关键 你做好人 不惹人家 但有时候人家要惹你的 是不是 那么小平说 就是人家惹我 除非发生就是说 比如说 国家统一面临威胁 或者外国入侵 否则我们也要 有克制的使用力量 是吧 就是受点气就受点气 这就是淘宝洋会的基本含义 它实际上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一个战略思想 它附带讲呢 这个我好像以前在这个官网也讲过 就是淘宝洋会啊 翻译是英文的时候没翻好 那个 不是我们没有翻好 我们国内有一套翻译也还不错的 悲剧是我们没有话语权 是美国人的那个翻译站在上风 难怪美国人很坏 他故意的把韬光洋会翻译成了卧心长胆 我刚才讲的那个韬慧是很复杂的一个思想 对不对 是吧 国内优先 经济优先 不扛齐 和那个 有节制的使用力量 它是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吧 但是呢 美国人把它翻译成了 Hide your capability and buy your time 它翻译成中文是不是叫做 隐蔽力量等待时机 对不对 这是不是窝心惨懒了 所以 人家听着淘宝有点害怕的 人家会问说 你等待什么时机呀 是吧 这个 所以淘宝在外面有点被 被扭曲的啊 那个 但不管他们外面怎么理解 我们中国人呢 是很尊重小平的 然后就 有三十年就是按照他的思想做的 确实这么做的 总体来讲是成功的 从历史角度看 韬慧就是帮我们的 就是在外面广交友不输敌 这就是咱们需要的 这个 这是战略啊 战术上呢 咱们国家呢 就是不结盟 结伴不结盟 咱们国家其实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是结盟的 五十年代啊 跟苏联结盟 对吧 美苏之间一边倒 六十年代呢 中苏不好了 但是我们还跟几个小穷国家结盟 对不对 我们还补贴 还给他补贴呢 就越南老欧 柬埔寨 朝鲜 阿尔巴尼亚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呢 我们跟美国和解了 和解以后联手对付苏联 事实上中美称了 叫cosi alliances 就是准盟友 对吧 那个 但是到了一九八二年呢 小平呢 在中共十二大 就提了一个主张 叫全方位外交 英文叫 all around the diplomacy 全方位交就是不结盟 因为结盟啊 有个缺陷的 结盟有优点 是吧 就有小朋友 你反正讲话 不管讲的好坏 一帮兄弟哇 讲的好 那个 所以结盟啊 当盟主有点 当领导的感觉 不管你讲的多乱 一帮兄弟哇 吃点鼓掌 就结盟好处是这个 就有人给你捧场啊 但结盟是有坏处的 结盟一定是树立的 是不是 因为我跟你特别好 他一定就是针对第三方嘛 对不对 而且呢还有个危险 就是有时候你会 被你的小朋友啊 拉到你 跟你没关系的 在冲突里面去 对不对 像一战 是不是就有这个问题 塞尔维亚和奥匈打 结果把德国和俄罗斯 给搞进来了 对吧 最后就成了一战了 结盟是有他的问题的 那个 好 那么 小平呢 他的国家战略 叫做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呢 就要求咱们呢 叫广交有不速的 对不对 最好大概都是朋友 没有 一个敌人都没有 这个广交有不速的 就要求不能搞结盟了 然后那个 于是我们 92 82年开始 就是中共十二大开始 自小平提出 全方位 外交开始 我们就不结盟了 我们的主要政策叫 结盘不结盟 今天也是这样 是吧 今天我们国内也有些人呼吁 结盟 而且具体点了 就跟俄罗斯结盟 对吧 但是中央没有采取这个东西 对不对 中央还是结盘不结盟 这是对的 那个 唐哥讲你去跟俄罗斯结盟 人家也不愿意啊 是不是 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很好的伙伴就可以了 那个 这是风格 我们呢 这个 这个 全方位 不结盟 还有一个风格呢 就是叫反应式外交 它的特点呢 就是咱们中国啊 在世界上呢 出了什么事呢 都不提倡议的 都是等着美国提倡议 我来反应一下 对不对 然后在联合国呢 基本上都是投期权票的 中国很长时间呢 在联合国啊 又不反对 又不支持 投期权票 所以美国有西方媒体 帮我们的 驻联合国大使叫做 Mr.Epstein 叫期权票先生 这个票等于没有 现在我好一点 现在又不支持 要不反对 现在好一点 以前就确实是 就是不得罪人的那种 好 这是讲的 第五点了吧 第四点是战略 韬光扬晦 第五点 战术啊 是那个不结盟 加这个反应式外交 第六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坚持外交 独立自主路线不变 然后在维护国家的 核心利益上 还是非常坚决的 尽管有韬光扬晦 但是核心利益 维护还是非常坚决的 所以这个四十年 围绕着什么台湾啊南海啊 我们该斗争还是斗争的吧 是吧 这个 OK 这就是我理解的 咱们外交 就是外交啊 在改革初期的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呢 基本上都是 就是相对于毛泽东时代 那个变化啊 那么 那么咱们 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呢 就为什么 改革之初 外交有上述变化啊 主题变了 风格变了 战略变了 为什么有变化 我想第一个还是吸取了文革教训吧 是吧 文革我们搞得有点左 然后意识形态绑架外交 吃了很多亏 所以我们从文革吸取了教训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就是外部条件变了 因为那个冷战的时候 我们有一段时间孤立吧 有一部分是主动孤立 有一部分还确实是被动的孤立 对吧 因为那个美国遏制我们 苏联呢 有一段时间压制我们 所以主观的选择加客观的条件 但是呢 改革开放以后 就是中美关系好了 所以至少西方世界对我们是开放的 所以开放也有条件了 大家应该都注意到这个 叫什么 那个 我们改革开放 基本上跟中美关系建交是同步的吧 对不对 三中全会是 就中美宣布要建交是 这个七八年12月15号 真正建交是不是1月1号 它是先宣布要建交 然后再开三中全会的 中间差了三天 大家体会一下 是不是有内在的观念 12月15号 中美宣布建交 然后12月18号 开始开三中全会 大家体会到这个观念了吧 这个 所以呢 这个我们 这个改革以来啊 外交开始变得这个 经济优先啊 开放啊 融入全球化啊 等等啊 一个是内部的这个教训 一个就是确实有条件了 你加入全球化人家也接受你了 全球化主要是美国主导的 以前美国 它不让你进去 你也没责啊 是不是 现在也有条件了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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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改变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外部条件改善了 而且其中的关键就是中美关系改善了 嗯 另外就是改革的需要 改革就是需要加入主流国际社会嘛 最后一个应该强调小平同志的功劳 因为当时中国内外都挺复杂的 这个 内部的问题还挺多 那个时候叫 内部叫波乱反正 内部问题还挺多 外部呢 这个我们又挺弱 跑出去竞争嘛 一开始挺弱的 竞争力还不行 另外外部还是有一些敌意 是吧 所以那个时候呢 也有些人主张就是慢一点开放 或者就不 就是维持老现状 也有的 但是最终我们选择了这个 更大胆的跟国际合作 这个应该还是小平的功劳 对吧 关键时候 那个关键人物还是很重要 所以这是咱们外交改变的 我理解的几个条件啊 这个 然后呢 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啊 这个小平时代 还江主席时代 胡主席时代啊 他们外交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成绩 这个 应该这么讲啊 就是 小平呢 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方向 是吧 从阶级斗争为主 转向了经济建设为中心 然后外交上 以战争与和平为主 转向了和平发展 战争与革命为主 转向了和平发展 它这个转变是贡献最大 然后呢 这个 然后又确立了那个 韬光扬灰的原则 改变了航向 确立了原则 然后原则确立 风格也就确定了 所以它是 对这一段时间 这个外交转变作用最大的 那么江主席时代 胡主席时代呢 应该讲外交上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小平的 基本的原则和方针 那两人做的 都有很大的贡献 像咱们那个江主席时代就 有贡献就是加入WTO嘛 那中间又应对了很多危机 包括这个 比如说炸馆 就是那个99炸馆 99年我们 我们住南联盟社馆被炸 那个里面还有 什么台独屋 就是这种问题 是吧 那个 胡主席时代呢 里面也有很多麻烦 就是像台独就是很大的麻烦 胡主席时代 台独是很麻烦的一个事 然后它通过了 反分裂国家法 然后呢 那个 胡主席时代呢 就是办了几件 挺引人注目的大事 比如说08奥运 09大阅兵 还有那个 10年咱们上海世博会 都非常成功 这个 总之呢 就是 邓江湖 我认为呢 就是他们的内部政策 外部政策 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 也要它共同构成一个时代 那么 在这个期间 我们中国外交呢 是五个部分的内容促成的 这个内容呢 第一 就是大国外交 第二是周边外交 第三是发展中国家外交 第四是多边国际组织外交 这四个部分 就邓江湖时代啊 这个外交四个部分 内容是很确定的 那么在这个期间 在大国外交当中呢 中美关系是享受特殊待遇的 在这个期间呢 小平时代 江主席时代 胡主席时代啊 我们外交部内部 都有个说法 叫中美关系啊 是重中之重 一直这么说 最近就不怎么说了 那个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对美 特别重视 对美关系占了整个外交的 半壁江山吧 所以单独把对美关系拿出来 特别重要 然后呢 同时也努力的推进于 苏联 先是苏联 小平时代我们应该讲 在冷战后期 已经缓和了与苏联关系 后来那个苏联没了 俄罗斯取代 我们迅速和那个新兴 继承国俄罗斯建立了良好关系 那么中俄关系呢 在江主席时代 是确定了基本的框架 九六年呢 中俄有一个那个联合声明 是吧 然后呢 就确立了到目前为止的基本框架 就是战略协作和伙伴关系 这个 然后中国呢和欧盟建立了良好关系 是吧 另外就是这个和日本印度 总之 就是这个期间 大国外要是一个重要部分 其中呢有一点特殊性 就是中美关系特别重要 然后呢其他与俄国 欧盟 印度 日本的关系呢也重要 也基本上是就恢复的稳定 像中印关系就是在 九十年代就基本恢复正常了 中印关系有一段时间是不好的 是吧 大家知道六二年我们有冲突嘛 冲突以后 印度人对此是耿耿于怀 很长时间我们关系是比较糟糕的 大概到了拉吉夫干地的时候 就恢复正常 这是九十年代 那个 OK 这是邓江湖时代 他的这个第一部分 大国外交 中美关系占了极特殊的位置 那个也很难处 坦率来讲也不容易 这个特别是八十年代末啊 政治风波以后啊 美国跟我们关系很糟糕 那个后来也好不容易恢复过来 很难的 这个里面付出了巨大的那个努力的 包括小平同志本身就做了努力 然后江主席做了很多努力 那个 好 然后与俄国的关系啊 就苏联解体以后 俄国继承了以后 在江主席时代下了很大的功夫 然后后来往平下来了 那么与欧盟与日本与印度的关系来 大概这样 印度关系是九十年代初恢复正常 后来虽有波折 但基本上稳定 中日关系呢 后来有一点波折 但是大致我觉得还算稳定吧 OK 就就是这个期间 我们外交的第一块 叫大国外交 周边外交呢 就是在那个阶段呢 应该讲是跟那个 第一个外交 第一个街道 大国外交是略有一点 这个排第二 现在不一样 现在在习主席的布局里面 周边的大国是齐平的 是吧 然后大国里面 美国地位是有点下降的 这是新的变化 跟以前略有不同的 在以前那个时代 大国外交绝对优先 大国外交当中 中美关系绝对优先 但现在都有一些变化 好 咱们那个周边外交呢 是这样的 是三个次区域构成了 就以中国为中心 然后从这个东北 往西走 就是按照顺时针吧 我们是东北亚 东南亚 南亚和中亚 这么构成的 那个 这任何一个区域 在世界上 其实都是挺重要的 是吧 而中国旁边有四个 所以呢 大家可能得理解一个情况 就是中国外交的周边 态势上是比较复杂的 比一般国家复杂 咱们中国啊 是大国里面的 周边国家最多的 我们陆地上十四个邻国 海洋上呢 八个邻国 二十二个 然后有两个邻国是重叠的啊 一个越南 一个朝鲜 重叠以后把它拿掉 所以我们是二十个邻国 二十个邻国 是大国里面最多的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还人口多 光是国家都还算了 还人口多 中国印度加起来差不多 就是人类的三分之一 还多一点 然后呢 别的还有很多人口大国 在我们周边 印尼 快三亿人了 巴基斯坦 马上两亿人了 对不对 那超过一亿的就多了 日本 菲律宾 那个叫什么 孟加拉 俄罗斯 就挺多的 所以中国是很特殊的国家 啊 邻国多 人口多 人口大概 中国级邻国 能占到全人类的一半 是吧 一半还多一点 所以它当然就 就就就就 就事情多吧 国家多 人口多 肯定事情多 这个 这个另外呢 就是邻国对我们的态度挺复杂的 知道吧 有些还欢迎 有些还真不太欢迎 特别是跟中国交往比较久的邻国啊 还对中国的差异还挺重的 咱们中国人呢 读了这一本《正史》啊 叫《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鲁家写的 对不对 那鲁家呢 他是很优秀的啊 古代的一个思想学派 但他也有他的缺点 就是他还是有点意识形态偏见 他特喜欢农耕文化 知道吧 在古代的那个几种经济形态 农耕 游牧 山林 渔猎 商业里面 他特喜欢农耕 就喜欢那个耕独川家 特喜欢那个 然后他喜欢以后 他就把那个中原的正统王朝都塑造成农耕文明 他尽量这样塑造 塑造的结果呢 在写中原王朝与外部周边关系的时候 他就比较强调中原王朝啊 就是开拓土地 积累财富 苦心经营 不打人家 都是别人打我们 所以看完这个《二十四史》 其实看的有点郁闷了 对不对 就基本上是别人打我们嘛 他是一部 你有狼牙棒 我有天灵盖的历史 很惨的 所以中国人读完以后有一个 大家都有一个印象 是我们中国人民一向热爱和平 对不对 其实外交部老在那说就这个话 但是呢 周边国家记忆不是这个样子 知道吧 很多国家 韩国它的记忆就是我们侵略它几十次的历史 越南呢 是说我两千年历史有两百年的 是西洋人欺负我 法国人 英国人 美国人 剩下一百一千八百年全是中国人欺负我 那外蒙啊 缅甸啊 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记忆 是吧 这个它都有点历史事实 就是从 就是冲突啊 起源的频率来讲是周边骚扰中央王朝多 因为你富裕 生活安定 你轻易还确实不去动人家 人家穷嘛 这个特别是北方游牧要是遇到大汗了 他饿啊 肚子饿啊 他就来抢东西了嘛 所以呢 就是抢东西的频率确实是周边骚扰多 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中央王朝要反击人家 下手挺狠的 知道吧 他频率不高 他下手特狠 一般不出手 出手不一般 也挺能打的 这个 所以打得人家挺疼的 所以就带来一个后果 就是这个 就是人家对我们的记忆跟我们不一样 这一点我们心里要清楚 知道吧 所以当我们很高兴的时候 我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很多周边国家听得是毛骨悚然的 是吧 所以他一定要去美国人回来帮忙 他们之间还要抱团 我讲这一串 大家心里要有点体会吧 就是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 我们不能完全从我们的思考 是吧 那些局面就看不清楚了 那个 OK 这就是咱们基本情况 就是周边情势特别复杂 所以很难处了 但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应该讲咱们周边外交是成功的 是不是 你想想我们周边是不是很多矛盾还在 我们是跟很多国家还有没有 就跟印度不单还没有划清楚国界吧 另外呢 海上我们是还有那个 就东海南海那个什么 还有争端吧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呢是比较麻烦的 知道吧 国家都不说 人家记忆还不一样 还真有麻烦 还有很多东西没划清楚 所以呢 这个 怎么说呢 我们周边外交处理不易啊 但在这个背景下 我觉得处理算是好的 是不是 这事实际上没有大的摩擦吧 除了改革之初就是 七九五年那个有个中越 中越自卫反击战 因为越南做的有点过分嘛 越南跑去打人家那个 打人家那个柬埔寨嘛 侵略柬埔寨 越南这个家伙有个毛病 他呢 就觉得那个 他继承了这个法帝国啊 在应支的全部权益 因为是法国人跑来 把这个应支三国全统一的吧 历史上他们三个家伙 之间没有统一的知道吧 法国人统一 统一后呢 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 是越南人打得不错 颠奔赴一战消灭法军一个女啊 这个全世界反殖民战争当中 表现最好的 你就看那个 就这么阿尔吉利亚人 搞反抗要赶那个法国吧 我跟你说 他们最辉煌的战绩 就消灭一个派出所 这都是最辉煌的 打死死一个人 特不好啊 留得不得了 越南还真行啊 打掉那样一个女啊 当然现在各种史料透露出来 实际上是咱们那个帮的忙 对不对 是韦国清指挥的 韦国清上将指挥的 然后那个 而且这个重武器都是我们派人去操作的 炮啊坦克他不会用吧 他们就用轻武器的 冲的前面 他后面给支援是我们 实际上是在我们帮忙之下 把一个法国人给打掉 不是全世界啊 反殖民战争当中最辉煌的战予 那个 大越南就抖起来了 是我把法国人打走的 所以呢 我当然就继承了法国在这里 权博权益 对不对 所以呢 他老想把那个柬埔寨和老我给吞并了 就搞一个东西叫印制联邦 那 那第一当地人也不干的 因为柬埔寨历史上很辉煌的 柬埔寨以前不是有个吴歌王朝吗 吴歌王朝也挺牛的 吴歌王朝最辉煌的时候 把越南一部分给占领了 知道吧 所以至少柬埔寨人是不服的 因为 因为柬埔寨以前说我当过你领导啊 你想领导我 我不干的 这个 所以本身那样就当地有底子 然后我们当地也不干了 但越南那个时候挺恨的 哄学生生去打人家 打人家 然后我们在边境他又骚了我们 所以最后 最后就形成了这个什么 叫自卫反击战吧 对不对 那个后来边境还一直有摩擦 一直搞到91年 另外那个我们88年3月4号 搞过一个叫吃瓜椒海战 对不对 这就是这个期间 那总体来讲我们 这个 这 与周边关系 我觉得是处理的 是成功的 对吧 这是 这是邓江湖时代 我们外交第二块 第一块是大国 中美特别重要 成功的 其他几个大国也成功 周边特别复杂 那么中间也有几次小摩擦 但是总体还是成功的 对不对 然后至于说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现在其实是很成功的 但是 我不知道以前是在这个地方讲过 我个人有一个观点 就是任何现代国家 它的成长都是有三部曲的 这个新国家出来 第一步它一定是求安全的 第二步求发展 第三步求尊严 按照北京老百姓的话 就是得先活着 然后要活得好 然后要活得有面子 是吧 所以 前面这是我的总结 新国家的成长三部曲 安全发展尊严 老百姓的话就是要活下来 活得好 活得有面子 但是现在最权威的 关于新中国的历史的总结 是习主席在十九大的总结 习主席是不是说 说新中国到现在 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 就是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 对不对 现在到什么阶段了 到强起来这个阶段了 是不是 这个 应该讲前面两个领导人呢 毛主席啊 是解决安全问题 就毛主席要让他 创立这个新国家活下来 所以对内呢 他对那种 要颠覆这个国家力量 他要镇压的 对外呢 他要打仗的 其实就是他的历史使命 决定了 任何人在他那个位置 这两件事都得做 是吧 他要让这个新政府 活下来 他内部就要镇压 外部就要打仗 然后应该讲 他完成这个任务 主席走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已经 两弹一心都有了 大国重器就有了 是吧 然后没有国家琢磨着 要侵略中国了吧 都说你别打我就好了 是不是 应该讲 这个任务完成了吧 小平呢 就是带领我们 就是走向富裕啊 那么应该讲 这个任务也是算 基本完成 对不对 我们刚改革开放 人均才200多美元 现在我们是9000 对不对 虽然比世界平均 这个1.15万 还少 但是 改革支出就强多了 是吧 200到9000吧 而且按照购买力评价 我们还要高一点 对不对 现在我们那个 按照那个什么 Currency value 就是按照市场汇率的 我们GDP第二 13万亿 美国19万亿 美国今年是20万亿 我们13万亿 按照汇率 我们是第二 可是按照购买力评价 我们已经第一了 对不对 而且 就是现代国家力量的 核心的核心是制造业啊 对不对 制造业我们是美国的165啊 今年是170了 对不对 这个 所以呢 真是成绩不错 这个成绩拿出来 真是很漂亮的 那么前面两个伟人啊 都完成了他该干的事 是吧 主席确保这个国家生存 小平让这个国家的富 富裕和国力上了一台阶啊 当然下面就是习主席的任务了 让这个国家强起来 呵呵 那么 习主席就 我觉得就在 往这个目标前进啊 那么下面我梳理一下啊 过去六年吧 因为习主席不是12年11月执政的吗 12年11月15号上午 是吧 18届一中全会选举习主席做总书记啊 习近平新时代就开始了 那个 那么自那个时候到现在不是六年吧 六年呢 这个 我观察啊 我们外交上啊 有这么八个变化 有八个变化啊 那个 呃 呃 一个呢 就是指导思想变了 就是原来不是韬光养晦嘛 现在呢 就改成了奋发有为 就是前面我们那个 那个广告牌里面写的 从韬光养晦走向的奋发有为 这是我觉得是真的 这个 当然现在我们国内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哎呀 还应该韬光养晦啊 这个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厢情愿啊 知道吧 继续韬光养晦 逻辑前提 就是你可以继续骗美国人 就是你假设自己比美国人聪明 但是这个在战略研究上是大忌讳 知道吧 学术研究的忌讳就是假设你比别人聪明 这就不对了 你的批评肯定有问题 你必须说大家智力是一样的 只不过角度不同 战略研究也是这样 你不能假设你比别人聪明 知道吧 美国人综合智力怎么会比你笨呢 不可能呢 你的情况美国人很了解 知道吧 原来呢他没有太注意我们了 就是他原来就是 我们确实不行 他瞧不起你 他别的事要也忙 是吧 就耽误了 现在你真是逃回不了了 现在你看我们13万亿吧 今天GDP 日本是5万亿 我们是日本的2.5倍 你现在就是蹲下来 你个子也比日本高啊 对不对 所以你就物理上掏不住了嘛 对不对 原来你小宝宝是可以掏的 现在你这个大块头你怎么掏啊 对不对 人家说 美国人说早看见的掏怎么掏 在掏后就有点自欺欺人了 知道吧 这是个事实情况 就是掏不住了 那个 然后国内呢 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就网络舆论上来以后 也不让你掏了 对吧 他在讲中国现在也变了 是不是 原来我们特穷 我们说点窝囊气就憋住了 现在我们也有点钱了 人有钱了脾气肯定见长啊 对不对 我们脾气也不如以前好了 所以虽然有些精神愿意掏 可是老百姓不干啊 是不是 外面你也掏不住了 你块头太大 外面老百姓也不让你掏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改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变化 指导思想 从掏会长相的分发有为 第二个呢 就是国家定位变了 原来我们国家自我定位 是个东亚地区的地区大国 现在是不是一个全球大国 世界大国 对不对 第三个呢 就是风格变了 原来咱们叫反应式外交 就是实际上出了事 我们肯定不提倡议 都等美国提倡议 反应一下就完了 现在是不是叫积极进取的外交 对吧 原来叫reactive approach 现在叫什么 proactive approach 从反应式变成了积极进取 当然我们把自己的新风格 叫积极进取 美国人很不适应 美国人把它叫做咄咄逼人 但是我们变了咄咄逼人了 美国人还是习惯一个低眉顺眼的中国 知道吧 中国突然怒目言当拍桌子 他吓一跳 很不习惯这个 但这个没办法 这是我们必然要发生的 现在呢 这个积极进取就表现了什么呢 就是实际上出什么事 我们都提倡议 提中国方案 对不对 这个 这弄得美国人还是有点不舒服的 包括这两天开那个apack会 你看 其实也是不是提了好多方案 美国人现在有点像那种 有点更年期的人 就是 他没有建设性方案 他就只骂人 对不对 对不对 他有点烦躁 看见没有 是吧 他应该就是说 因为他一把手嘛 他应该给大家说 现在有什么问题 应该怎么解决 一套一套了 对不对 然后他就是 他老骂人下来 这就不对劲了 对不对 OK 这是第三个是吧 第一个是新指导思想 英文叫New Guideline 第二个叫新定位 英文叫New Identity 第三个呢 叫新风格 英文叫New Style 第四个呢 就是心理念 New Ideas 心理念 这个 心理念呢 很多 这个习主席内外 都提了很多理念 其中外交上的心理念 大概是两个层次 就是最低级层次 是 不 两个层次 高级层次 习主席提了一些 是什么呢 提了一些那个 就是面向未来 面向全人类的概念 这些概念呢 没有什么具体功能 但是有一个 比较抽象的功能 就是占据那个 道德之高点 这里面有四个概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合作共赢的 新型国际关系 还有一个叫构建 开放型世界经济 最后还有一个叫 构建全球伙伴网络 这四个概念是一类 第二一类呢 就是具体 针对具体问题的概念 这里面包括 针对中美关系 我们是老大老二的关系 是吧 而这个关系呢 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历史上 老大老二 这个关系就不好处 非常不好处 这个多数时候 都是打一仗的 西方 第一个历史学家 叫修西底德 他就注意到这个矛盾 他说老大老二 不好处 必有一战 所以有时候 后来西方就不断重演这个悲剧 所以后来 学术上就把这种 老大老二矛盾 叫做修西底德陷阱 美国呢有点例外 美国这个老大 特别防范老二 美国1894年 混到世界第一了 就咱们中国啊 甲午被日本痛咒一顿 很惨的那一年 他混到第一了 混到第一以后呢 他马上就整老二 而且美国第一个整的老二 就是英国 就是他亲爹 这家伙六亲不认了 知道吧 英国有个伟大的政治家 是不是叫温斯顿丘吉尔 是吧 丘吉尔就是说那个大英帝国 就是被美国给截散的 第二个整的是德国 第三整的是苏联 第四个整的日本 第五个是欧盟啊 在前面五个老兄都被他整趴下了 我们是第六个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老大老二关系很难处 这个 而美国呢 又特别忌讳老二 而且手段高强 前面五个老兄都搞不定他 这个 那么咱们中国呢 是知道就是我们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跟美国关系就不好了 这个结构就决定不好了 然后 但是我们有个底线就不能打仗了 因为我们跟历史上不一样 就是我们两家太强了 是不是 我们都有能力彻底摧毁对方 知道吧 他可能摧毁我们十几次 我们大概摧毁他三次四次可以的 那问题是 once is enough 对吧 一次就够了 多摧毁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出来这么一个问题里面 就是我们这个矛盾很难 最后是打仗 但是今天真的不能打 对不对 自从道义角度来讲 人类道义来讲不能打 因为我们一打 打完人没了 知道吧 这个地球还在 人没了 那又是不好打头的 所以就必须思维创新 于是习主席呢 作为总书记 13年6月 访美跟那个谁 跟那个奥巴马总统就提出 我们一定要 就是 要搞一个新的思维 叫做共建信心大国关系 然后呢 美国人呢 听了以后呢 就不 不反对 但是 也不接受 他是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现在好像有点不了了之 就搁置在那个地方 这个 习主席呢 提了三点啊 就怎么建信心大国关系 就是说我们要 不冲突 不抵抗 然后相互尊重 然后合作共赢 那么对这个呢 这个 这个美国人说呢 我不能反对 因为讲得太正确了 相当于一加一等于二 我怎么反对呢 所以就没法反对 那一点动骨 但是呢 我又不想接受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想接受 是有个好主意 你可以报告给我 我来说啊 我是一把手啊 你怎么就说了呢 他很生气 程序不得 第二 内容不得 他说 第一个 不从都不得看我同意啊 第二个 相互尊重 他认为我们要平等待遇 他不同意 美国人 他有个毛病 就是他认为 他是上帝的特殊选民 他有点特殊的骄傲 知道吧 他说上帝喜欢我 又不喜欢你 都不认识你 对不对 你跟我平起来说 这怎么行呢 所以有些人公开讲过 美国人说 任何国家 向美国要平等待遇 这不是个错误 这是个罪行 It's not only a mistake It's a crime 他中国说 我要平等待遇 是骑马的呀 你的上帝 我又不认识 我认识玉皇大帝呀 上帝喜欢你 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中国其实内心也挺牛的 知道吧 这个 谢谢你啊 这个 所以这就卡住了 知道吧 我们说平等待遇是骑马的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那美国不给我们 这就卡住了 第三点呢 就是这个 叫合作共赢 合作共赢呢 就是避免叫零和游戏 是吧 避免 要双赢嘛 然后美国说 前两年就认识你了 你这个家伙比我聪明 双赢就是你赢两次 对吧 他很生气他就不干 所以现在就对于就卡住了 这个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针对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提出了一个很具体的建议 那么 目前呢 是没有什么结果啊 但是 应该讲在战略上 就让我们还是赢得了一些 道义主动性 是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向例子交代 如果搞成了 我们有功劳 搞不成是他的事啊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战略便宜啊 道义便宜 对不对 另外呢 针对周边国家 对我们有猜疑 习主席就要求我们 越发展越有态度好 越对周边国家倾城汇荣 然后针对那个 发展的国家 就穷国家 习主席要求我们 正确的毅力观 什么叫正确毅力观呢 他做了一个比喻说 受人以余啊 不如受人以余 后面是三根水 就是我们到 就是什么巴布亚 西极丁啊 南泰 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 非洲 全国家去做买卖 赚钱 没有问题 天经地义 但是我们有个义务 要教这位兄弟们 也学会赚钱 此外呢 什么亚洲安全啊 网络安全啊 海洋啊 他其实也都提了很多具体的主张 就是后一类啊 是针对具体问题 有很多了 是吧 时间关系我也不讲了啊 这是算是第四个星吧 叫New Ideas 是吧 第五个星呢 就是New Strategy 就是新战略 新战略呢 实际上就是一带一路倡议 是吧 叫Build Road Initiative BRI 一带一路倡议 我个人认为是 是近代中国第一个 以我为主塑造外部世界的战略 那个战略 咱们近代啊 是1839年 我们虎门炮台啊 被那个英国联合舰队炸了一炮 从那开始的 是吧 1839年春 林哲徐虎门硝烟 对不对 硝烟以后 英国是派了一个联合舰队炸我们 这个 那近代史就开始了嘛 然后一直到1949年 新中国开始 现代史开始 现在就结束 那110年 中国很惨啊 我们的历史的基调叫做 救亡图存 对不对 我记得八月份 是不是万科开联会 有个人举了个牌子 叫活下去 对不对 我们的100年 就相当于这个概念 活下去 救亡啊 那个 所以那个时候没什么战略 活着就不错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呢 很长时间呢 我们是有资格搞战略的 但是呢 国家弱嘛 穷嘛 防守型的 所以特别强调就是 你不要干涉我内政 所以特别强调啊 独立自主 和平共处 这些东西 但是一带一路是一个转折点 就是它是第一个以我为主 来塑造外部事件 知道吧 这个一带一路最后能不能成 其实现在是没有答案的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百年战略 几代能努力才能有结果 现在看不出来结果 但是呢 最后结果我不知道 但是它提出本身代表中国战略的某种变化 这个是个死 对不对 所以我把它叫新战略 新方式 New Approach 这是 这是第几个 第六个了吧 第六个 New Approach 就是新方式 新方式呢 我们把它叫双轨制 就是一方面我们在美国领导的县体制 WTO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 United Nations 英国本身积极的参与发声 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在美国以外啊 这个我们建立了一些自己的体系 其中最让美国人感到担心的 就是我们建立了自己的这个金融体系 亚投行 金砖银行 还有很多很多基金 思路基金 中非合作基金 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基金 中国什么东盟基金 这个其实让美国人挺震撼的 知道 因为美国人呢 原来有点傲慢的 美国人说 这个金融啊 应该是我垄断的 对不对 因为我是村里的首富啊 村里的银行当铺 都应该是我们家的 你中国一长工搞什么银行啊 结果中国通过组织农会啊 互助啊 一下搞了俩 手上还有一堆基金 司法的吓一跳 这就叫新方式啊 双轨制 第七个新呢 新实践啊 New Practice 这个新实践呢 是这样的 就是首先我们得承认 我们有老实践 对不对 老实践就是我前面讲 邓江湖时代 我们外交的四个内容 大国 周边 发展中和多边 这个老实践 我们是继承的 但问题是继承完了以后 它加了四个 一个一带一路 一个呢是保护海外利益 第三个呢 是那个 就是在外面呢 就是加强文化交流 讲好中国故事 提升中国的 改善中国形象 提升中国软力量 第四个就是 开始积极的参与全球治理 参与Global Governance 参与全球治理 是吧 OK 这是第七个了 第八个最后一个啊 叫中国提供了全球治理的新哲学 New Philosophy for Global Governance 这个全球治理呢 最早是欧洲人主导了 或者二战以后是美国人主导 是吧 现在呢中国开始参与 原来我们也是参与 但是就是一般的跟随 现在我的主张是 以15年9月26号下午 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 系统阐述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为一个节点 中国想努力在全球治理上 发挥领导作用 原来我们就是follow 就是一个跟随者 现在称为leader 对吧 好 那么中国呢 虽然参与全球治理很晚 但是呢我们是 很有报复的国家 所以我们一进去 就带来了一些新哲学 那么我归纳 我们中国全球治理 跟美国有四点不同 第一呢 这个我们所有全球治理方案 都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 美国总是以他和他的盟友为中心 第二呢 我们的方案都是强调发展 而美国的方案都是强调安全 而谁的安全呢 美国极其盟友的安全 第三呢 我们强调国家可以大小不同 利益不同 责任不同 但是身份 法律身份 叫legal status 法律身份是一样的 就是伙伴 对吧 所以才有前面讲的一个目标 叫全球伙伴网络嘛 美国人说你这个家伙太理想主义了 实际的治理只能是等级制的 那么现在在美国领导之下 这个等级就这样的 就是美国呢在第一等级 那么讲英语的国家 就是美国的亲戚在第二等级 对吧 英国啊 加拿大啊 澳大利亚 新西兰第二等级啊 他也美国也把爱尔兰放进去 但是英国很多 英国瞧不起爱尔兰 因为英国老大爱尔兰 他不让他进来 但是美国有时候让他进来的啊 这是第二呢 他们家的亲戚 第三呢 就是这个美国的盟友 五十几个国家 法国啊 德国啊 日本啊 韩国都在里面 但这帮老兄呢 美国也不是完全信任的 斯洛登就揭露啊 美国NSA 美国国家安全署 一直是监控那个 监控那个默克尔和那个安倍首相的 是吧 后来默克尔知道以后很生气啊 就打电话 当面向奥巴马抗议啊 结果奥巴马是这么回答 说对不起默克尔女士 他说保证从今天开始不监控你了 呵呵呵 这个 就承认以前是老监控的嘛 这是第三等级 第四等级就是一般的国家 就是怕他们 泰国啊 巴西啊什么都是 第五个等级呢 就是咱们中国 叫Strategic Competitor 战略竞争者 第六个等级就是那个俄罗斯 就是叫战略对手 英文叫Strategic Adversary 有点区别 第七个等级就是Anime 就是敌人 排第一位就是伊朗 然后是阿萨德政权 然后是朝鲜 朝鲜其实还在这个里边 然后很多 就是其他的非政府组织 像什么恐怖分子啊 索马里海盗啊 这个贩毒集团啊 都叫Anime 第八个等级啊 是最惨的 就是那个Shit Hall Countries 就是毛坑国家 他点名就是沙尔瓦多和那个海地 然后还有卢旺拿着的国家 那个 OK 这就是当今世界 美国世界当中的等级 最后一个呢 就是美国还是坚持干涉内政 咱们是不干涉内政的 对吧 所以中国是带了一些新的那个叫 全球治理哲学进去的啊 这个这是八大变化 那么 最后我谈谈挑战啊 咱们挑战呢 我把它分成了五大类啊 第一个呢 现在咱们中国啊 实际上呢 不管我们主观意愿怎么样 我们已经被推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心 我们其实主观上还想待在边缘 别注意我 但是现在我们被推到哪里 那么美国能打到我们身上 是吧 就是跟 这个跟我们主观意愿没有关系 当然我们 这几年外交变得比较积极了 这也是一个原因 但这个原因很次要 主要原因呢 还是你的快途在哪 你就被迫 站到世界舞台中心了 然后呢 这个外界对我们那个关注呢 它的其实态度很复杂的 有些国家很积极欢迎中国决戏 有些呢是抵制的 有些比较暧昧 那个 像周边有些 像中亚的五个斯坦 大部分都是欢迎中国崛起的 然后南亚呢 有七个中小国家 老受印度欺负 中国有时候帮他们主持公道 它还挺欢迎的 东南亚有些跟西方关系不好的国家 缅甸啊 泰国老欧经不在 跟我们也不错的 这个 所以呢 周边是有些国家欢迎的 有些国家是暧昧 但也有些国家公开的是有点抵制的 对吧 这是周边 然后远的地方呢 周边以外啊 穷国家还都欢迎 对不对 非洲 中东 南太 拉美都欢迎 但是富国家是不太欢迎的 尤其是美国不欢迎 现在呢 麻烦在哪呢 就是外面呢 关注我们 那么态度复杂 但是呢 欢迎中国的那些国家 坦率讲都比较穷 又穷又弱 没有什么用 是吧 欢迎的也对白欢迎 都只能我们帮忙 它帮不上马路了 可是那些抵制的国家都非常有力量 尤其是美国有力量 对吧 世界上的权力资源都在他们手上 对不对 大家想想从科技开始 科技 产业 品牌 市场 军事 那个金融权力 话语权是不是都在他们手上 所以我们中国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呢 虽然外界的态度复杂 但我们感觉到的是比较负面 尤其感觉到我们来自美国的压力 这个 OK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情况 那么下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成了关注点了 然后外面的消极因素 抵抗力量在上升 那么其中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 这个另外呢 台湾问题也在突出 其实我们大陆这边呢 我好像在这讲过吧 台湾问题是个三方游戏 大陆是一方 台湾是一方 美国是一方 其实我们大陆这边呢 其实挺淡定的 因为我们觉得时间在我们的 我们就是经济发展慢了也是五六的增长 他们还真就是比我们慢 特别好也就是三的增长 对不对 台湾也是这样 三就很满意了 但是就是我们一半啊 这时间对我们有力 我们可以等啊 这帮老兄啊 有点尸不我呆了 他着急啊 对不对 所以他又捣乱了 所以这个就有点风险啊 所以 另外就是非常安全肯定也会找上我们 是吧 所以你的国家越来越强大 关注点多 所以非常安全也会找上 麻烦找过来 包括网络攻击啊 这个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频率增加啊 包括恐怖主义 还有宗教渗透啊 非常安全 然后呢 就是这个 责任越来越大 这个现在咱们国家呢 是比以前更多的承担责任啊 这个里面有主动的因素 还有很多 确实是 外部压力 西方国家要你多承担责任 发展国家你多帮他 无论哪个角度 你都得多承担责任 我们怎么又承担责任 像国际社会交代 又不要超出我们国力 损害我们利益 这是很难把握的 这就是我梳理的以后几个挑战吧 第一个挑战就是 我们已经成了关注点了 想躲躲不了吧 你得习惯这个 第二个很具体 中美关系 第三个台湾 第四个 非船的安全 第五个 就是责任要求合理的能力 要匹配啊 这是我梳理的未来几个挑战 那么最后 讲一个很具体的那个挑战 就是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我个人认为呢 会进入十年那比较困难的时期 过去四十年 中美关系总体来讲 虽然有波折 但是很成功啊 但是未来十年呢 就会比较麻烦 那个从结构上讲啊 中美关系有这么几个结构变化 就是美国变了 美国现在非常的焦虑 分裂 内部分裂 然后焦虑 这样的话呢 脾气就不好 是吧 原来美国是比较好打交道的 宽容 自信 宽容 幽默啊 现在这个美国幽默感没了 原来骂他没事 现在骂他马上给你急啊 翻脸了 是吧 变得敏感了 而且喜欢听奉承话 中国呢 我前面也讲了 中国也是有钱了 脾气见长了 也是也不好处了 脾气也大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第三方都来搅局 这里面有印度 越南 日本等等 所以整个结构不如以前 还有一个呢 就是现在美国这个总统比较特殊 跟他打交道 需要改变思路 对吧 原来那个都是建制派 就是比较正常的那个政治家在管那个美国建制派 然后我们可以预执他的行为 然后呢 出了问题吧 这个我们去那个沟通沟通还可以啊 现在还真就是摸不太准了 都不知道该跟他这么说 这是个商人总统 特别计较经济利益 这个所以现在 当然 这后面那个因素是比较短期的 如果就是特朗普不干的嘛 就过去了 这个 这个但是就是至少这几年反正 得得琢磨一下 怎么跟他打交道 这个 好 还有就是中美关系呢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 美国把我们的定位变了 过去四十年啊 美国对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呢 美国把我们定位为 不太定他满意的合作伙伴 他对我们其实不满意的 经常批评我们 但是呢最后还接受我们是伙伴 他最新的定位就是你是主要的竞争者 定位变了 那么今年我们那个中美关系的焦点呢 就是贸易战和舆论战 那个 美国这个国家是行动能力很强的国家 这个土豪型国家 跟那个欧洲不一样 欧洲是破落贵族 贵族型国家 对吧 有了问题 跟你议论半天 坐而论道说半天 美国还真不是 美国不跟你废话 觉得你是对手 马上就动手 马上就跟你打贸易战和舆论战 贸易战和舆论战本身呢 我个人估计呢 是这样的 贸易战呢 这个舆论战衣服在贸易战上面 这个贸易战呢 我估计明年中告一段落 原因是什么呢 明年就各种信息啊 明年中美国经济会差一点 我们经济会好一点 这样双方的谈判地位有所不一样 然后那个时候我估计 美国会把一些完全不合理的要求 都给他拿掉 那对他合理要求 中国尽量的满足 是吧 满足他合理要求 拒绝他 他自己撤出非理性的不合理要求 这个就可以达成协议了 所以我觉得明年中 达成协议的条件 比较成熟 现在呢可能达不成协议 所以对12月1号晚上吧 好像两国元首要在阿根廷见面 是吧 大家可能期待不要太高 这个 这个 但是我估计明年中是有条件 达成协议啊 所以贸易战本身到明年中高于段落 当然高于段落以后 隔几年还是会来的 会常态化 舆论战略反正老在那 但是由于美国把我们的定位 是战略竞争者嘛 所以就是贸易战高于段落 别的问题还会突出 那么我们想 现在能想到的问题 可能首先还是台湾 谈问题可能会比较麻烦 然后南海 然后朝核 我推算朝核啊 现在呢 虽然他们直接在谈啊 但是我估计谈不出结果 所以最后还是会出现紧张 对抗 然后呢 这个东海 现在中日在缓和吧 美国不会看到你缓和的 一定会找个时机 又去捞社区了 所以台海 南海 朝鲜 东海 还有现在搞印太战略 原来他叫亚太战略吧 亚太呢 就是把美国的亚太 就是东北亚盟友 韩国 日本搞定就行了 现在他搞印太战略 就是要把他的战略体系 从东北亚往东南亚和南亚扩展 要把越南和印尼拉进来 为他所用 另外他肯定还会去拉印度 拉俄罗斯 特朗普有一个很大的想法 是连俄之华 只不过现在美国国内 就反俄情绪太强 它连不起来 但想法一直在 另外呢 就是一带一路肯定会去捣乱的 以前啊 他对我们一带一路不太重视 他觉得搞不太成 现在发现 好像小有成果了 所以就开始捣乱了 一带一路捣乱 另外他最近还有一个东西 要注意一下 就是W2.0 这是什么东西呢 美国就像欧洲 日本的倡议 说我们之间呢 搞这个三零政策 就零关税 零补贴 零贸易壁垒 搞三零政策 就搞一个小W2 帮我们赶到外面去 这个 另外还有虚的 中国威胁论啊 人权问题啊 等等他都会炒作 总之 这个 大家要清楚 中美关系啊 从现在开始进入到一个非常长的 不太好的阶段 过去中美关系四十年代 基本上是什么呢 基本上是 又竞争又合作 然后那个比例呢 是50对50的 50竞争 50合作 它现在开始呢 进入到一个时代是 三分之二是竞争 三分之一是合作 这将是未来的新常态 另外还有两个风险 因为有一部分 北国人想把中美关系 透露全面新能战 甚至呢在南海 台海还会发生热战 所以这个是 我们以后心理准备 怎样 第一中美关系啊 以后会进入到一个 竞争占优的一个阶段 第二呢 还要注意防范这两个危险 我们还要避免全面新能战 最好是避免那个 在南海台海直接热战 万一真发生了 要想办法控制规模 这就是以后我们要处理的 这个 那么最后讲讲怎么办啊 那个 然后我结束 第一呢 我们不要怕它 咱们那个 国内啊不出事 由于我们中国的工业化 有些年差不多成功了嘛 实际力量很大的 我们就不要怕它 然后就把家里上搞好 对 家里上呢 首先我觉得还是经济 经济还是要好 现在经济糟糕 浪动被动 经济好啊 其实这些挑战没什么事 经济好怎么办呢 我觉得第一呢 还是要让那个咱们国内的地方政府 动起来 咱们中国过去三十几年 经济智障 有一绝窍 就叫双轮驱动 一方面是市场 一方面是地方政府 中国的企业家挺能干的 你给它市场机会 它会抓得很好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干部 其实是很能干的 经济增长是贡献良多的 那最近这些年呢 受复杂的原因影响 地方政府现在 这个引擎就有点熄火了 双引擎并单引擎了 另外呢 宏观经济政策呢 可能也得调整一下 过去几年呢 太注重这个供汽车 就是就是 因为原来我们是有个问题 确实是这个产能过升 产品羁压 导致坏账很多 债务很高 要面对这个问题呢 去掉一部分 无效产能 肯定是对的 对吧 这肯定对 这个方向没错啊 但是呢 请注意啊 你只能去无效产能 有效产能 一定要保留 而且要扩张 同时 你再去债务 因为债务是个比例问题吧 债务永远有的 知道吧 就不要比例搞得太高 那么现在高了以后 减比例 减比例 一个思路是减那个分子 对不对 还有一个思路是扩分母啊 其实应该两边做 对吧 过去呢有个什么问题呢 太注重减分子 没有注意扩分母 对不对 那个 就是 就是集中在去产能 而且去产能 就乱去了 就是一个 一个比例 啊 百分之三十 就一刀切嘛 他对有效无效都给你减了 这就不对了 对不对 应该这样 无效产能 确实不要了 有效产能得保留 同时来扩有效需求 对吧 得两边着力啊 这过去走得远点便 但最近好了 我看那个六月份那个 主要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 五年来第一次提那个扩大需求 这就对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 国内呢 根据这几年情况 根据以前的经验 第一要让地方政府动起来 还是回到双能去动 第二呢 在继续这个减 无效产能的同时 一定要扩有效需求 知道吧 这两边着力 我觉得我们经济可以 恢复正常 信心会回来 会好很多 这个 这样速度会快一点啊 那个 然后以后国际上呢 有些事要做得慢一点 因为 你们要清楚 国际上以后会很难嘛 美国要捣乱 所以要求稳 国际上摊子不要太大 太急 稳扎稳打 国际上慢一点 行稳资源 国内 特别是经济搞快一点 知道吧 这个就行了 国内快一点 国际慢一点 国际上少出事 国家信心回来一点 我觉得就活了 这个其实就活了 那个 当然对美国 我刚才讲过 就是说 虽然未来十年很难 是吧 竞争为主 但是我们总体的原则不要变 我们这还是争取 就没关系啊 多而不破 这个 所以 我上面也讲过 我再最后再重复一讲 虽然中美关系未来不好 但是我们一定要做 就防范这两个 不要进入全面新冷战 都不符合我们国家利益 第二个呢 还是要 就是尽量啊 减少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 这个因为在台海 南海真是有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 是吧 我们要尽量控制这个风险 真发生了 要控制规模 这是我们以前 以后外交着力的地方吧 这个 OK 这个到这里呢 应该讲呢 我们把这个改革四十年外交 做了一个回顾 特别是 后面我主要是讲那个 习主席新时代啊 外交的变化 这个变化 它还在进行动 它不是完成式 所以 以后还有很多 很复杂的东西会出来 这个我不是 然后以后 到时候再找机会 跟大家交流啊 今天我的分享呢 应该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